我们上次在在影相机的录影专题当中 已经跟各位介绍过后置剪接的一些基础的概念 那这一次我想再针对会生会影这套软体 它内建了许多的效果 那跟大家说明说怎么样做一个影片的创意加工 那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是我已经完成的一个示范的成品 那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动态的标题的制作 还有一个就是透过内建的滤镜效果做一个处理 最后呢我们会做一个手写手绘的签名档的一个制作 那在开启专案之后呢 我们从视讯库这里先新增一个 我们等一下要剪接的影片 好那我挑选的是这一段 那这是一个ABC HD格式的影片 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素材库的部分看到这段影片的缩图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左边这个预览视窗 来看一下这段影片的内容 好那只要按下播放键就可以了 请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稍微快转一下 好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工具 这个是标记开始时间 那也就是设定影片的硬点 好那你可以发现说 橘色的这个标签就会移过来 好那就是我们控制我们影片长度就是修整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段处理过的影片哦 直接拖一到下面的这个视讯轨上 好接下来我要帮这个影片做一个动态的标题字幕 那我使用的是卫生卫影它内建的一些视讯的素材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啊 那这些都是有一些动态的效果 好那我现在想要选择这个这个视讯的片段 好那我们要把它放到视讯轨上 那除了用拖曳的方式呢 我们也可以按右键插入至视讯轨 好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好像有点问题哦 用拖曳的方式把它移动到适当的位置这样就好了 好那我们要先要帮这个动态标题做一个文字的效果哦 那我们点选到T这个标题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建的字幕效果 好那我现在想要用这个标题的形式 那我只要把它拖曳到我们下方时间轴的这个标题柜上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文字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在这个素材上啊 用左键点击两下 好我就可以在上方的这个素材预览视窗上改变文字的内容 好那那这个大小啊 跟字形都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右边有个编辑的视窗上 去随意的改变它的字体 那再跟大家示范的是滤镜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内建啊 有很多的滤镜效果 那如果各位有空的话 可以一个一个去使用 好那我现在选的这个是自动素描 好我们拖曳这个滤镜呢 到下方的影片片段上 好那它就会自动套用这个效果了 那我们可以稍微来预览一下 好那现在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哦 原本是一个动态的画面 它现在变成一个静止的状态了 现在先缩短一下这个套用了滤镜效果的这段影片片段哦 那我点选它之后呢 用拖拉的方式 好直接缩短它的强度 然后我们再把原本的这个影片片段 再放到这个套用滤镜效果的后面 然后我们稍微来预览一下好了 好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一个素描状态 然后呢接到一个很 呃动态的画面 好那这是一个滤镜的运用方式 好那就是一个滤镜的运用方式 好那就是一个滤镜效果的